当我们为人祈祷神,当然是神的定义,祝福人,神使用我们 但圣经也有说到,这个被神使用的人是其中神计划的一部分 有些经文很清楚,例如在《提王太后书》一章六节 《提王太后书》指使神值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天王起来 即是值着我为你按手,所带给你的恩赐 即是神使用那个人,即是那个人在那个状态 譬如彼得、保罗,他们在四年冲的状态走过,那些人用回 这个就是他那个状态,即是一个人越亲近神,神就越能够透过他做功 但这个人会感亲近神,都是神做功,即是神感动他,所以他会那么多祈祷 当他那么多祈祷的时候,神就能够透过他做功 即是这个其实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即是没有可夸之处 但这个人是有做,不过他做也不是可夸,都是神做的 所以他会有这种心 这个圣灵充满如何带来呢?如何带来圣灵充满呢? 在圣经里面是有讲到,首先不一定要讲到圣灵这个名字 那些经文字跟圣灵有关系,因为圣父圣之圣灵都是三百体的真神 圣经讲到用心灵成神敬拜,这是会带来圣灵的 一个比较理性的方面,但圣经有讲到是一个灵与神的相交 我自己就觉得圣灵与神的关系都应该包括在圣灵充满里面 不是只是悟性的,是包括灵性的 其实很多人在圣灵充满上难以进步 就是他主要是用悟性祈祷,即是求神更大充满他 即是求神更大充满,未必有更大的充满 我们最好用心态就是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 我们就说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 我们有信心,神会做功,我们有亲近神,神也会透过我们做功 但是不是会有时感觉到守的能力是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